到了年底 明星们的活动也非常密集 昨晚张子怡 张曼玉 黄晓明 窦霄 周冬雨等众多明星 又在某活动上齐聚一堂 正好赶上贺岁大片 龙门飞甲和精灵十三拆 都在昨天上映 明星们有没有自己的喜好呢 又对哪部电影更看好呢 尽管底是寒冬 但红毯上的明星们 依旧以裙装为主 只不过风格各异 明星当中 张曼玉和周冬雨的着装 倒是相当保暖 细细看来 当天可是张子怡 周冬雨两位某女郎 以及某男郎斗霄三人 同时出席活动 那么对于刚刚上映的 张艺谋指导的新片 金灵十三拆 他们自然是期待多多 马上就去 明天不就上了吗 我也是刚回来 今天就上了 我刚刚回来 我昨天回来 挺棒的 我觉得这个戏应该是会很好看的 因为那天我在上学 所以我觉得 过后我要看的 看过了 非常好 那么对于片中的新任某女郎妮妮 她们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妮妮在电影中的旗袍扮相 有不少人评价 与花药年华中的张曼玉造型 颇为相似 对于新人的发展 张曼玉也送上忠告 最重要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去拍 因为不是永远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了 所以也不是自己最喜欢的 那些也要最大努力去做好自己最小 其实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演出 昨天金灵十三拆和《龙门飞甲》同日上映 对于两部同样精彩 且旗鼓相当的贺罪大戏 明星们倒是不偏不倚 票房肯定会是双赢的 然后我会看东也会看西 虽然我没有看 但我听朋友说了 两部各有不同 一个就是情感方面非常的充沛 非常好看 另外一个就是特效做得特别棒 所以我觉得都会看的 我真的可以 道士张曼玉 虽然自己是龙门飞甲前传 新龙门客栈的老将 跟徐克又是老搭档 但他却直言对张艺谋的金灵十三拆 充满期待 很想看 他手影了是不是 他在演手影是不是 对 今天啊 我们今天不去 可是我会看普通 其实眼下黄晓明除了忙着拍摄《月飞传》 以及与张思怡合作《无闻西东》之外 还有一部新作品在等着他 那就是赵薇即将作为导演的首部电影 据了解 赵薇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 而黄晓明言外之意看来是差不离了 我没有谈过 真的现在还真的不能说 朋友的事情无片酬都无所谓